祝福印尼的一些災难朋友 能够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世界 带着60位小朋友来参观静思堂 园长妈妈更把孩子 日日累积的竹筒捐出来 地震 我感觉他们很可怨 要捐钱给他们 因为平常就是一些零钱 就会投在竹筒里面 那小朋友在地上捡到一些小零钱 他也会来投在我那个竹筒 所以那今天刚好借这个姻缘 希望能够小小的心意 地震好可怕 慈激志工还展示更多防灾科技 好轻好轻的椅子 你看这样子提着 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了 然后到定点我们就把它摆着 小朋友看到这福会桌和福会椅 等不及又摸又坐 还有船上的进水器看了好稀奇 地震的时候如果水这样可以 把它用到那边 然后就可以找煮了 最近灾事这么多 其实有这些工具来帮助这些 更需要的人其实很棒 防灾观念从小扎根 也训练孩子们面对灾难来临时 能冷静应对 大家请进行王朝中高雄报导 小白猫 小白猫 小白 小白